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大家好 东周网鬼灵周旁旁 今天我们请到玲玲师傅和我们说说 农历七月少加一的事 师傅 很快又到农历七月了 大家很多朋友都会很怕农历七月的 因为眼界有点怪怪的事情 有女孩子的心也容易害怕 因为传统上农历七月是上半年和下半年的交界 就像咸淡水那样 这个月份就特别混乱 而在玄学上 因为农历七月是新月 也是一个所谓翼马的月 所以特别你有时会发觉 一些戶外活动也好交通也好 我们也要特别关注安全 当然传统上农历七月都有些禁忌 戴的喜事我们通常先继续 结婚、添丁、买楼、拿车 这些都为了戴喜事 等一等先 甚至乎搬动大型的家司 一般这段时间我们都未必要做 如果你说师傅不行 我真的要搬屋 那怎么办 都要尽量避开所谓余兰 即是够历七月十四的前日后五日 我们尽量就不要用了 是的 因为中国人很相信这些月份 所谓比较阴的时间就容易有问题了 还有我们当然里面有很多传统东西要做 特别是一样东西 是邵街衣 我其实自己从小到大都有做的 其实除了邵街衣也提醒大家 在这些月份里面 其实先人我们都要拜祭和 都要烧些东西给他们 分别就是先人都要用一些钱 要洗钱 有时候看电影、换衣服 那些人都要用 那些人都要用 到街衣来说 就是因为我们都会作为一个布施 好像做善事 给一些所谓的游魂野鬼 或者来说他们本身可能 没有什么人烧给他们 那些都是一个布施 一个功德 告诉大家 我们在烧街衣的时候 需要什么物品 而且在紙紮方面要買些甚麼 帶大家來到西營盤追齊全的地方看一看 阿威 香粥是必備的 先說一下一些香的東西 我自己習慣用漂亮一點的檀香 在先人來說會比較瘦香 環保香是環保香的好處 但在我自己習慣中更漂亮的檀香 是更加理想的 因為你到街上都要放好它 要有一個陣子 所以起碼蠟燭和香是需要預備的 買大一點的檀香吧 甚至少街衣都是用漂亮的檀香 師傅 比好一點 沒錯 當然比美一點 對 但做完後又要做現場清潔 沒錯 沒錯 我們先選好香 師傅 在這裡 阿威 關於紙紙用品方面 我們當然要一處香穿一處泥 但基本的東西都有 首先我們分兩個概念 因為很多人仍然分不出 我拜先人 即是祖先那些 以及燒街衣有甚麼不同 先人即是自己的祖先 一些往生的老人家 你可以自己獨立去找一些 例如衣包 或是他自己生前喜歡的東西 他用開甚麼 他用開iPad 手機電話 沒錯 但謹記是寫名 亦有些人有附箭袋 即是一個袋子 接好金錢 寫好 記得寫先人的名字 好像跟寄信一樣 否則會亂 給他的人名才好 但家衣就不用寫了 因為是給油魂野鬼 或是附近出事的靈體 所以整個過程或做法都會有少許不同 但基本上我們都會先有一份 叫做觀音衣 先化這份觀音衣 這個是加強版的觀音衣 即是疊好之後 疊好就是同樣的花 有些人是很難的 其實我自己覺得 燒衣紙都要親為一點 有黑一點 當然 用心要去 對 做好的時間 弄好一點點 疊好一點去花又容易一點 有些朋友都會帶個桶出去化 對嗎 有些朋友亦都會 自己有預備一些工具 在外面化 當然 如果你說我有心機 疊好一點 就誠心一點 我經常都說 甚麼都是用心去做的 沒錯 如果你懂得摺的話 摺一摺一些受金 是的 化起來實在有空氣 我們小時候讀化學時 都會覺得是容易燒一點 就好過一摺 砍下去 然後火又說不著 這些甚麼 有很多東西說了 對 又害怕了 然後又不知道甚麼事了 其實也是的 就算是金銀也是的 如果我經常都說 如果你不疊的時候 這些是散紙來的 疊了的時間 散紙來的 即是我們代用的 一開始 你摺好之後 就一定是金銀 我們應該摺了性格比高很多 我們又摺一摺 你知不知 我認識 你肯定嗎 我跟師傅你這樣摺 有些我們可以摺到 整個很大 不過那些又花點工夫 大臣只用受金 這裏不可以摺 對 這裏不是金銀 金銀是另外的 我們找盤裝好去 好了 我們化了觀音衣之後 然後就可以其他東西 有些三寶一定要用 這是甚麼 往生酒 有一個護照 這些是給先人 他們可以四處去 搭車搭船搭飛機 沒錯 根據這裏的太子 這裏是太子華齋 他們說疫情三年 今年要多燒一點 四處去 是的 可以拿著護照四處去 這些是需要的 另外來說 至於你說 溪錢這些是必定的 金銀 金銀看你摺 摺得多一點時間 那一袋 摺好後就是這樣的 摺好後就是這樣的 基本的做法 同樣地其實衣紙 都是需要捲一捲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差不多整個 由農曆六月開始 是 這個是否可以燒 媽媽就派了這個工作給我 是 這樣做 是的 我都不明白 無論是摺金銀 或是摺這些 是當時生活的一部份 在農曆七月之前 捲好一點 摺好一點 我現在都懶了 也未必摺得太多 做得好一點 有黑一點 燒起來又容易一點 通常經過這個技術之後 其實都會摺疊好一點 價值又會高一點 這就是三個 沒錯 一匹匹布 你看這個很有心思 亦需要一些手工 這是一個九品棉花 是讓人往生使用的 這些通常在過程中 在摺疊時 都會聽著經念著經 這樣去做 其實都有一個效力 這些亦是加強版的 一些往生臭 同時來說 亦有必定需要的 一些銀行通用的錢 這個就不用摺疊 但大家都會用這個版本 這是兩種顏色的版本 現在有很多彩色的版本 據聞說那些是假銀紙的 反映策來不住 反映策來不住 人家反映策來不住 那我就繼續用這個版本 有空要你們的節目去探討一下 到底是否這樣 保守一點 用原來這個版本 都是很好 所有東西都準備齊了 這些必須帶 其實多和少 就看回你自己個人的能力 和你自己的心思 因為有時有些 我覺得做生意的朋友 即是開店舖的朋友 不妨燒多一點 因為其實這也是一個公德 是一個布施 即是一年一度 給一些真是可能 在附近帶有些 有運軌、沒意無靠的人 一些做法 還有有時做生意 你問我都需要周圍的人的保護 其實都是好一點 至於現在很多時候 一些大型的屋苑 其實你未必 但它都會附近有個桶 你自己欣賞這些時間 但舊的地方就有 譬如我以前小時候住士丹遁街 那個叫三十間 三十間其實是 一定有很多 一定是做很多這些東西 它有一場神功戲 是做完之後 大家又去燒這些東西 其實那個都應該列入了 一些非疑傳統文化 特別去做的 另外來說 平時有些人會害怕 當然這是紙製的製品 我們一會兒還會說一下 基本上那些芽菜、豆腐、龍眼、熱飯 那些是必須的 如果有少許兩種水果的蘋果的橙 其實也是需要的 在我們來說 這一類的物品 做完之後 有些人會燒完之後 灑一些小銀子 對呀 灑一些小銀子 然後才會離開 沒錯 代表著遠離一些不好的氣運 都可以的 但記得清潔整個場面 然後才回家 平不平安安的 所以在街上有看到銀子 就不要收拾 對呀 大家都是這樣說的 以前的小朋友喜歡收拾 沒錯 小朋友喜歡收拾 今天來到西門最好吃的 其實是全香港最好吃的 滷水鵝 順便說一說一些 傳統的中國節日文化 來吧 師傅 其實農曆燒雞還有甚麼制品呢 其實分兩個牌頭 整個七月 如果我們祖先的拜祭 當然是平時 我們一些 譬如五色水果 我們剛才說 這個節日就不用雞了 一定是用鵝 當然如果你說用鴨也可以 但我們就推薦用鵝 另外一些 他們平時喜歡吃開的東西 而街衣沒有這麼講究 一般就是豆腐、芽菜、龍眼 這一類的物品 蘋果、橙都不少 還有留心 我們平時家裡拜祭員的東西 無論是拜佛、拜先人的東西 全部可以吃的 是的 有保平安 招什麼什麼的佛器的作用 但街的東西我們就不要了 收拾好它 就放下了 好好地倒閉 是的 那就平不平安 謝謝師傅 為了 答案